戶頭裡面有兩億多元現金 而且卻積欺了營業稅跟罰款 就是不繳 而倒閉的看到飲料店 英國蘭的陳姓負責人 因為積欺了營業稅 加上被罰款總計33件 金額高達4000多萬 不繳錢之不繳錢 現在被法官裁定直接管手 穿著白色上衣 一手拿著資料袋 他就是倒閉飲料店 英國蘭的陳姓負責人 之所以進出法務部 行政執行署 台南分署 原來他欺了營業稅 和先前十安的罰款 都沒有繳 欺了這麼多錢 但法務部進一步 調查負責人的資金流向 竟然發現他把公司帳戶 兩億四千多萬元的款項 匯到了自己的私人帳戶 他中間的資金 有高達5000多萬元 是由負責人自己所用 或者是說清流所挪用 公司的款項卻匯到了私人戶頭 相當不尋常 而且有兩億多元 既然基建營業稅和罰款 有錢聚腳 陳姓負責人因此被法官裁定管手 有詢問這個陳姓負責人 那陳姓負責人 基本上他回答說他已經忘記了 英國蘭從台南發跡 2010年開放加盟 全盛時期 全台有近100間的分店 因為茶葉被驗出了 分譜泥超標而被開罰 由於資金流向不明 加上機械營業稅款和罰金 曾經負責人被解送 台南開搜索 記者 姚文華談談報導